好 緊接著我們要來跟現場的鄉親來介紹 我們還有福田豬 那我們福田豬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會與我們的張凱坤執行長來做一個介紹 那我們這邊是要跟各位大眾來介紹一個種福田的機會 一般來講 我們一般人一天一塊錢兩塊錢 可能放在哪裡就不見了 那我們要鼓勵大眾來種福田 我們等一下在櫃台這個地方有一個小小的愛心豬的鋪滿 那我們稱它為福田豬 因為這一團福田豬能夠讓你種下無量的福田 這個福田我們是要把它用於這個癌症醫院的概念 讓更多的癌症患者以及將來平平大眾都能收到你們的恩惠 那我們希望你們把這個愛心的福田豬帶回去 也可以讓你們家裡的小朋友 一起來學習如何來種福田 養成良好的這個回饋社會的習慣 也說是一個懂得去感恩 去做一個守心向下的人 讓他有更多的這個機會 把自己培養成一個對社會更有用的人 那一天一塊錢兩塊錢我們都可以 或者是五塊錢十塊錢都可以 師父說如果說一天一個人一戶家庭不要一個人 一戶家庭願意一天省下十塊錢 那我們的癌症醫院在短短的幾年當中就可以順利的蓋進完成 因為台灣至少有能力移工這樣愛心的家庭至少有六百萬戶 那你看一個人一個戶一戶一天十塊錢那就有多少錢 就有六千萬 這一個錢不是用說像政府在徵稅一樣 它主要是大家來幫助大家 這是一個很好很好的社會付出概念 也就是正德一直在講的 我們要畫個人的小愛為大愛 就從那一塊錢兩塊錢做起 希望大家今天如果回去的時候能夠順手 在我們湖台捷運區那邊 順手領回一隻莆田豬 兩隻莆田豬回去跟家人共享這一塊大莆田 感謝 感謝文廣 我們現在的在庭有所有的好朋友 是我們的攀位的負責人 或者是攀我們這一次的製義工 來幫忙的學生義工 還有其他我們在場 其他一起來參與這個活動的工作人員 都請你一起上台來 一、二、三 一、二、三 一個